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就是看到一位原本就认识的人 见面的时候突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三名区安东社区关怀站就和长辈玩起这种游戏 在布幕街开始要马上叫出对方的名字 考验长辈的记忆力和反应力 关怀站的长辈分成两组要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 两组各派一人站在布幕后面 当布幕街开始就要马上叫出对方的名字 原本是很熟悉的邻居好朋友 突然一眼要叫出对方的名字 有时反应太迈叫不出来笑料百出 就是很新鲜啊 没有玩过这种游戏 没有那么近的距离 对对对 很新鲜 我们住啦 我们住在一起 另外一个游戏是要唤起长辈对老歌星老歌的敬意 先放一段歌曲让长辈猜猜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名 再回想这些老歌星的事迹 回忆涌上心头 凤灰灰 她的我们都是她的凤迷啦 凤迷啦 因为她戴帽子给人家印象最深刻 而且又最漂亮 我就是贵金花 她的小肉掌 我看她那个那个在台上的时候 我看她一下子唱唱唱就阴倒了 就很可能 带领长辈玩游戏的是这位穿的昂嘰嘰的肖老师 他用简单的道具和活泼的互动方式 就能和长辈打成一片 游戏里也考验长辈的记忆力和反应力 因为她平常时候 大家都认识 但是都会说想想看想想看 我用这个游戏来用他们的机制 让他们脑袋能快速的运动 增加他们的记忆力 也增加他们的反应 高峰论坛的时候我们上课遇到的 所以我就特别邀请她来替我们的长辈来上课 她今天上的课程是老歌新唱带通唱 而且还是跟长辈一些互动 大家都很高兴 长辈年纪到了最担心记忆力不好 所以要常常的动脑刺激脑部的活动 平时做一些简单的记忆 或是回想一些深层的记忆 对延缓失智有所帮助 记者金线忠内长邦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